海瑞三审浙江贪慕案的供词送到宫中以后 严党的罪行似乎已经坐实了 但鉴于东南离不开严党的中间力量 胡宗县 朝局稳定更离不开胡宗县 再加上国库严重亏空 嘉靖皇帝手头也不宽裕 专门负责敛责的严党还不能倒 最起码现在不能倒 于是明确宣布阳金水针锋 确保浙江贪漠不会再牵扯到四里坚 不会再牵扯到自己身上以后 嘉靖皇帝召回了旅方 召来了严松和徐杰 尹惠给出了最终处理的意见 暂时不能倒严 浙江贪漠案也只能处理到振臂昌和茂财 而后嘉靖皇帝强制不回了徐杰的抗议 马上进入到下一个中元节的重要步骤 敬天拜教 堂堂大明朝皇帝的宫殿经社中 君臣四人的头上 这时都长满了鲜花香草 炎然屈原九哥中的人物 一部中国历史 376位皇帝 在宫里自己带香官 而且赐大臣带香官的空前绝后 恐怕只有这位嘉靖皇帝了 仪式进行的过程中 嘉靖皇帝发话了 与方 卢必在 将浙江奏报的两份奏书打来 拿到奏书后 嘉靖皇帝给出了解释 这里有两份奏书 都是奏报浙江滩末一案的供词 一份是赵真吉谭伦 署名成帝的 这份 朕半个月前就看过了 你们也都看过 另一份 是朕的那个儿子 举荐的海瑞成帝的 昨夜送到宫里 朕没有开封 没有看 与方 奴必在 将海瑞的这份吉地 让阎个老虚个老看看封口 第一份奏书 只列举了朕毕昌和茂财的摊没罪名 第二份奏书 则是海瑞三审振毕昌和茂财的供词 彻底揭开了浙江摊没案的内幕 第二份奏书 嘉靖皇帝早已经看过 只是无法做出抉择而已 没拆开就是没看 没看自然也就无法给出处置决定 让严颂和徐杰确认海瑞的那份奏书 并未开封以后 嘉靖皇帝发话了 太上道君真言 智大国如蓬小仙 有些事你们做不了主 朕也做不了主 上天可以做主 辟若这两份奏书 一份朕看了你们也看了 一份朕没有看你们也没有看 我们看过的这一份 君臣可以做主 没有看的这一份 只有让上天做主了 谭伦审出的供词自然好处理 直接处死振毕昌和茂财 既能掩盖浙江摊没案和宫中的牵扯 还能避免影响嘉靖皇帝的亲民 更重要的是 还能完美掩盖掩党罪行 避免让嘉靖皇帝陷入岛沿和朝廷离不开东南 东南离不开湖中县的两难之中 海瑞审出的供词无法处置 怎么办 嘉靖皇帝找到了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 让上天做主 直接烧给了上天看 先前的君臣谈话中 嘉靖皇帝已经做好了足够的铺垫 徐杰心中虽然无奈 但也只能听任嘉靖皇帝这样荒唐的处理 只是嘉靖皇帝虽然暂时放过了阎党 但却不能不由所表示 一来为敲打阎松 二来为安抚徐杰 赵真吉谭伦这份奏书 一一列举了正比昌和貌财 探末国堂搜刮民财筑般罪名 审问相识 铁证如山 严格老 臣在 应该二人都是严实番举荐的 你就不要过问了 身为内阁首辅 嘉靖皇帝一句话 就剥夺了 严松对浙江贪慕案的过问权力 这就是敲打 自己的儿子都被点名了 严松赶紧请罪 嘉靖皇帝接着说道 用人之道归在之人 两京一十三省的官员 都要靠你们来举荐 有实心用事者 如胡宗宪 有顾全大局者 如赵真吉 这些都是好的 像张碧昌和貌财这等硕属 竟也渐刃封疆 严实番的两只眼睛 是不是全都瞎了 剧中虽然没有体现 但历史上的严实番 是个独眼龙 嘉靖皇帝用一句 严实番的眼睛 难道全瞎了 将自己的不满态度尽数表达 嘉靖的态度如此明显 严松不能再装糊涂 赶紧表态 严实番无知人之名 臣奏卿隔去他的力不堂观之之 这是严松伺候 嘉靖皇帝二十年练就的特殊本事 先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先把罪领了再说 更何况 严实番犯下的罪过 可不仅仅是识人不明 严松主动请罪后 又主动给出了处理意见 这种大义灭侵和大局为重 能够一定程度上 缓冲嘉靖皇帝的怒气 自然也能尽可能的保护严实番 当然此时的徐杰也在等待 嘉靖皇帝的继续表态 就算严党一时搬不倒 先把严实防搬倒 也算对豫王 对清流党 对朝野舆论有一个交代 但嘉靖皇帝的回答 却让徐杰彻底失望了 严实番举荐的人也未必都是差的 譬如那个高汉文 去了浙江以后 就没有和郑比昌和茂财他们同流合污 倒被阁职关在了诏狱里 一高子打倒一传人 郑福斯那些奴婢是如何搬拆的 我们来领略一下嘉靖皇帝的语言艺术 对于严实番的过错 嘉靖皇帝用了未必一词 既不否认严实番的罪行 又没将其一棒子打死 更关键的是 嘉靖皇帝还找了一个 让徐杰无法反驳的案例 高汉文 这下好了 就连严实番识人不明的罪行 都无法坐实了 别的罪名谁还好意思提 撇清严实番的罪名以后 嘉靖皇帝立马调转方向 将进攻的矛头对准了郑福斯 你还来不及反驳他的话 他已经重新找了一个进攻对象 这就是岔开话题的最佳办法 而且嘉靖皇帝选择的郑福斯 还有这两个较为明显的好处 其一 郑福斯归陈洪管辖 吕方可以毫无忌惮地衬托发言 助力嘉靖皇帝 其二 有了吕方的及时战费 既能有效阻挡徐杰可能会出现的反驳 还能将徐杰进攻的方向 转移到吕方身上 嘉靖皇帝就又能充当裁判者的角色了 吕方会议赶紧回答 这是奴婢失职 奴婢这就叫郑福斯放人 是不是让他回汉令院复职 好了 严世凡的问题 顺利转接到了郑福斯的身上 原本对严世凡处置的讨论 直接变成了对高汉文的官复原职 嘉靖皇帝的目的达到了 对于高汉文 嘉靖皇帝的态度非常明确 当然官复原职 这句话明显是说给徐杰听的 严党暂时不能倒 但你得看到针对清流党的支持和后代 现在后期直秀高汉文归你了 注意 直到现在徐杰仍然没找到反驳的机会 嘉靖皇帝还在继续 赵真吉是你的学生 谭伦是豫王的府里人 他们联名的奏书就交由你 票你辟答 不要再内阁你票 是 带到豫王府决 把高汉张俊正也都叫上 郑碧昌和茂猜如何拟决 还有胡宗宪 七级光等一杆有功将士 该如何褒奖 你们一起拟个条臣 逞死李箭皮红 仪式朕一禀大功 好了 嘉靖皇帝保全严党的条件给出来 将浙江贪慕案的处置权利 胡宗宪前县大捷的褒奖权利 一并交给了以徐杰为代表的清流党 然而 这个结果也是徐杰早就预料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虽然未能直接伤到严氏父子的身上 也已经伤到他们的脸上 让清流党做主处置郑碧昌和茂财 这两位阎党成员 让清流党做主 褒奖胡宗宪这位阎党的中间力量 严松这次丢脸丢的可不轻 好了 浙江贪慕案就这样被嘉靖皇帝轻轻放下了 事情处理完了 嘉靖皇帝开始下逐客令 都退下吧 朕要休闲了 只是嘉靖皇帝对浙江贪慕案的处理结果 并没有让徐杰满意 甚至连丢了大面子的严松也不太满意 徐杰不能再说话 但严松却绝对不会就这样认输 祈奏圣上 臣上有二十清智 修仙的大事被阻断了 而且嘉靖皇帝也清楚严松 为何会如此不懂事的没完没了 嘉靖皇帝脸上虽然不耐烦 但面子还要给 得到了允许后严松说道 严下大局无非两断 一是充实国库 二是东南脚窝 改道为丧所用非人 江南制造局 今年五十万匹丝绸 万难之城 前方军徐各部开支 军营稿结 臣走清严冒清南下巡严 清理严税 冲作国庸 改道为丧搁浅了 制造局的生意也完不成了 可是国库已经亏空 嘉靖手里依然缺钱 严松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个有效的挣钱办法 嘉靖皇帝自然高兴 立即给予了许可 只是嘉靖皇帝也清楚 南下巡严绝非严松的本意 他只是在为接下来的奏请奠定基础 铺设环境而已 胡宗贤东南抗沃 一届决战之局 陈文豹 有走私刁民名其他住者 曾有通沃之简 不知是何人所派 现今潜入军营 就在胡宗贤身边 此人倘若真是我口的奸细 则疑患巨大 是否请徐阶 徐阁老 和兵部一并查处 所谓通沃情节 在海瑞承奏的贡状正言中 已经写得明明白白 现在贡状正言都已经烧了 阎松却翻出此事 家境心里明白 徐阶心里也明白 他这明显是在找捕今日的书局了 只是或许命运就爱如此捉弄人 被阎松用于挽回面子的两件奏请 南下巡言和查处齐大壮 却直接扯出了阎茂青巨额贪腐 和血精面世 直接导致了阎党的倒台 天意明明报应不爽 阎松到底没能玩过老天啊